為什麼零豬柱不行呢? 零豬柱? 零豬柱就沒有了全民退休保障 全民退休保障呢? 是保障這個 全港市民 就是張磊 沒有了退休的保證的 零豬柱又審又查 又要政府動力承擔 其實是很危險的,是不是? 是啊 政府就說 喂,你們這些大公仔有金額 但大家都知道有事要做 那家庭政府怎麼辦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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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沒有事要做啊,沒有他份啊 羅志光被加入特區政府之前 他就糟糕說實話 他初時就說過 連根就是個別的,不是全民的 不是強迫性的 但是呢,糟糕說實呢 上屆政府呢 他就和林鄭去新加坡 但是人家新加坡呢 就早已經呢 就 有了個筋底 早已經 有 然後呢 就 搞到呢 長者 有一個中央那隻筋呢 就 有保證呢 就 安定了 所以呢 就是為了成功 但是你現在可以說得不當沒有的 那搞完根本來講呢 殺過人 殺過長者之中呢 都沒有一個 再不搞他沒有的 那又何來保證呢 那樣看過 其實香港亦有一個協助 就是很危險的 其實我正在講 全民他有一個協助 他希望 主持長者有一個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可以防止長者 接入群群 接入安全 那為什麼政府不做啊 他們沒有錢的呢 有啊 政府想不做的時候 就說他沒有錢 但是現在呢 他又說 哇 政府有很多錢啊 要花很多錢 去投資未來 一時一樣 要他搞什麼啊 那 現在政府呢 就說大把錢啦 現在有錢 政府就應該要做啦 怎麼做呢 做呢 是對社會不負責人 是對全港市民不負責人 啊 完全呢 就是 對市民呢 全香港呢 就是 一個不負責人的行為 是啊 你說到 政府是極支不負責人 那 我們全民退普呢 其實呢 是社會共責 是由勞資官三方公款 我們一齊呢 是承擔的一個責任的 是絕對可以持續的 我們已經算好一筆數 我們已經算好一筆數 給政府看 是一定不會發布的 是的 既然我們已經算好一筆數 然後政府過去做了六個月的諮詢期 都看到其實超過八成的市民都是支持香港要有全民退休保障 那為什麼他做不做呢 看來我們真的要找林鄭聊天啊 聊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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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呢 羅志剛一單人呢 勞服局長呢 就表明說 在這一屆政府呢 都不能討厭的了 有沒有搞錯啊 喂 不要搞錯啊